各位读者邦晚好,欢迎收看2018年1月7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涉嫌打抢广场珠宝殿,其中一名汉匪被警方拦截之时,竟掏枪发弹反抗,最终被歼灭 根据现场一名保安人员,一辆轿车被多辆警车追逐后,双方爆发枪战,场面混乱 另一方面,化妆品小贩已卷入桃色纠纷,遭四名陌生男子挥刀袭击,以致警部受伤,惨死夜市摊位 国际消息,多伦多机场两客机相撞,其中一架客机的机尾起火,乘客与机上人员紧急疏散 消防员及救护员赶往现场,火势成功被扑灭 娱乐新闻,日前因酒驾遭火歹,陈乔恩田姐儿形象崩坏,网络副平台山倒海,过去贪杯酒量等传闻被起底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